公元兩百零八年,律領著八十麥野軍的祖祖,向東五發起了進攻,二夜在諸葛亮,周如,旁統等一眾羅氏的爐走下,一著隻壁大火,讓祖祖實如人威,隻壁戰敗後,祖祖莊皇向許祖徒去。 指示的東五軍選擇了成勝最敵,當東五大軍將曹操一港道華蓉道時,諸葛亮的派關羽前去倒截。諸葛亮明知道曹操曾有恩於關羽,關羽很可能在華蓉道放走曹操,雅為何順要派關羽前往你?諸葛亮指示不想成為中原百姓的罪人,首先,雖然曹操的八十麥野軍拜於宣流聯軍之手,但曹操依然占據著天下四周之地, 大遠跡的城市未曾刁失,也就沒有傷及到曹操的根本實力,三家姐中依然以藝軍實力最強,指示曹操實力最強,孫渠姐姐。 劉備最弱,如果曹操生死華蓉道,雅可中央地勾將陷入內院中,孫渠有足夠的實力吞併劉備。諸葛亮亮關羽去守華蓉道,本就是想放了曹操,這樣完成三方牽制的局面。 財人給劉備爭取到足夠的發展時間,騎車,赤壁疾戰曹操大敗以後, 鵝軍被東五軍一路勾趕道了劉備的防勾,諸葛亮和周瑜都不想,再且時追殺曹操。 官到疾戰以後,曹操統一了北方,北方的遊牧雲族正視備的軍和話超鎮食。 才不敢話答中容,一旦曹操生死,中原地勾陷入內院之中,北方的遊牧雲族很可能會生機進入中容地勾, 到那時天下生靈塗炭,百姓必會將罪責歸在諸實曹操之人的身上。 所以有著瑜伽思想的諸葛亮,並一想成為歷史的罪人,最後就是諸葛亮希望關羽。 借助華用到這事常華曹操的人成,關羽其人向為居公正傲,作為軍師的諸葛亮, 要想你來指揮的動關羽。 就必須讓關羽獻自己一個人成,讓關羽放曹操回許章,就是讓關羽獻下自己人成的最好時機。 關羽放走曹操以後,諸葛亮也不能追著關羽不放,關羽畢竟是劉備的二弟,關羽會因放走曹操也受到誠治。 但不配身死,這樣的關羽必然會記恨起諸葛亮,此時的劉備正處於佛展壯大時期。 諸葛亮需要團結關羽,張飛等人,所以諸葛亮才會借牙龍道之時,讓關羽以下自己一個人成。